福元爱坚持小孩必须学日文,是台湾所有外籍配偶要小孩学母语榜样,在谈台湾新闻驾掰福元爱跟公婆驻无良报道。 福元爱新闻中,静周刊小爱女强男若下架将红杰三因素引爆核弹及丑闻禁批她虽然只有我在坚持决定小孩将来一定要学日文,小爱这种坚持下一代必须学会母语,抵触如同台湾完全否定大陆配偶各省母语及外籍配偶子女母语权的态度真是天差地别,难怪她对台湾不满。 在此之前,必须谴责台湾媒体,因为福元爱根本没有与婆婆及大姑共同居住,华言对于连日诸多不实报道,其回复第七点说报道指出江洪杰与福元爱分居并非事实,截至福元爱在今年1月1日离开台湾前,两人爱妈与小朋友都住在高雄,且夫妻并没有与公婆大姑同住,可知当时一堆分析中指指其婆婆,还说成现代人遇到的婆媳问题,完全地背离事实。 言归正传,福元爱要小孩学母语,近周刊的报道是。 福元爱在不管怎样的哭法,我都准备好了,从女孩到女人,福元爱的眼泪哲学书中,已虽然只有我在坚持为题,决定小孩将来一定要学日文,只是交给长辈待时,就都讲中文,让他不禁烦恼未来上学的是,要找日本学校吗? 对此福元爱甚至用字潜词颇重,写下当所有人都在说中文时,我感觉自己好像是逆水而行的人,明明谁往右边流动,只有我一个人要往左边行走,同时表达自己坚持双语教育,孩子不要忘了孕育妈妈长大的日本。 面对一个这样坚持母语教学的日本母亲孩子不要忘了孕育妈妈长大的日本,台湾媒体的恐怖是谴责外籍配偶,近周刊竟然据此说。 由此可以看出,福元爱与江洪姐女强男若女高男低关系。 多么恐怖的台湾媒体心态,为什么要下一代学母语是一件反映出女强男若女高男低关系的象征。 就像台湾分析外籍配偶子女问题时,经常把大陆配偶算进来,但母语教学又把大陆配偶子女全然排除在外,当然台湾教育体制无能为陆籍配偶子女给予母语教育,只好残暴地认定中国那么多省的外籍配偶子女母语就是北京语,宛如戒言时代不准说台语的狗牌上身,只是这次是不准说母语,这种强制压迫所有的非北京陆籍配偶子女放弃母语教学并改学台湾要他们学的某种语言的残暴教育体制,这次也残害到日本 本人了。在此,我一要谴责台湾媒体妖魔化婆婆的假新闻报导,二要谴责台湾媒体妖魔化母语教学为女强男弱女高男低的男性沙文主义思维,真是可悲的台湾媒体文化啊。 Blackjack 2021年3月11日